小芳和王军当初是在朋友的介绍下属认识的 那个时候当王军第一次见到小芳的时候 就对人家一见钟情 可毕竟是第一次见面 小王对王军这个人还不怎么了解 于是就想着和他先从朋友做起 可是此时的王军却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和他在一起了 但又想着不能把自己帅气阳光的一面给毁了 于是就答应了和他先从最普通的朋友做起 两个人在一起相处一两个月之后 王军觉得这个女人就是他想要找的那款类型 于是就直接向他表明了自己的心意 并且对小芳说道 如果你和我结婚了 今后我一定不会让你受到委屈 一定会好好的对你的 刚开始小芳觉得时机还未成熟 就对他说我们再相处一段时间吧 其实在小芳的心里 他觉得王军长得非常的丑 而且他的家庭条件也不是很好 于是接下来两个人又相处了半年时间里 在这半年里 王军为小芳做了很多令人感动的事情 这也让小芳觉得他虽然长得丑 但是为人老实憨厚 是一把过日子的好手 并且在和他半年里 王军不但对小芳很好 而且对他家里人也很好 并且他的父母也看中了王军 于是就这样 两人在父母的操办下 走向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的小芳生活得很幸福 他觉得还好当初没有因为自己的任性 和王军分开了 可是就在他和王军结婚的一年时间里 让王军觉得自己的生活过得非常的痛苦 因为小芳从小就是娇生惯养 而且他也是家里的独生子 从小到大都没有干过什么活 他的父母总是把他捧在手心里 从来不让他做家务活 事到如今 他和王军结婚了 也从来不干活 每次当王军回到家的时候 就看见他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吃着零食 看着电视 家里的卫生非常的脏 甚至他连自己的换洗衣服都不愿意去洗 这也让王军感到非常的苦恼 可是毕竟这是自己当初选择的路 咬着牙也要坚持下去 小芳不光连家务活都不会做 每次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 看见一些小动物他就会非常的害怕 然后就给王军打电话 他从来不会考虑王军现在处于上班的状态 一心只为了自己 没办法 王军只好每次在接到他的电话时 放下属通到工作 第一时间赶到家里 把这件事情给处理了 然后才能够安安心心的回到工作岗位 有的时候王军的朋友都会嘲笑他 说他简直就是一个wanafay 娶了一个老婆一点用都没有 反倒要给他做保姆养他一辈子 可是王军根本就不在乎别人的眼光 他觉得娶个老婆回来就是要把他供着 虽然他现在什么都不会做 但是日后他老婆一定会懂得 去体谅王军的 有一次王军的老同学打电话 给他说要举办一场老同学聚会 当时王军就答应了 然后就带着自己的老婆高高兴兴的去参加活动 那天他和小芳两个人是最后一个到达的 都说往往主角都是最后一个 那天很多同学看到王军带着一个美女 每个人都非常的羡慕他 因为王军是他们这几个人当中 非常困难的一个家庭 可是现如今他竟然娶到了一个 这么貌美如花的女子 每当别人在夸赞王军的时候 王军都会笑得合不拢嘴 并且还会对其他同学说 虽然我老婆今年二十八岁长得也很漂亮 可是她就是一个二傻 这让很多在傻的朋友都非常不理解 为什么王军会这样说到自己的妻子 同时这也让王军感到自己真的很幸运 能够在老天的安排下认识到一个好老婆 每次带着自己老婆出门逛街的时候 都会让王军面带自信 感觉到自己很幸福 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情人眼里粗西斯 尽管小芳不会做家务活 可是在王军眼里 她一直都是最美的那一个女人